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马莲姐 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都市传说系列 今天要来讲的是 日本的都市传说 烈嘴女 西元1979年 原本对日本来说 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年 可是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整个日本都笼罩在 对烈嘴女的恐惧之下 各地也开始不断的传出 目击烈嘴女的消息 一度引起社会大众极度的不安 直到很多的孩子吓到不敢上学 大家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最后校方还请求警方 加强巡逻校园的周边 甚至还有学校传出为此停课 所以也许烈嘴女并不是空穴来风 在当时就有很多的学生 在回家的路上会遇见她 她的身材非常的高挑 有着很长的头发 穿着大衣还戴着口罩 当她遇见你的时候 她会问你 我美吗 如果你回答她 美 她就会脱下口罩 然后问 那这样呢 随后她就会拿起一把剪刀 把你剪得跟她一样美 如果你很诚实的回答她 不美 那很抱歉 她会把你给杀了 而且听说她移动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你是不可能会有机会逃跑的 是不是很恐怖呢 放心 马琳姐来教大家几个活命的方法 不要回美或者是不美 这种肯定的答案 改成回不知道耶 也许吧 她就会瞬间当机 然后你就可以获得逃跑的机会 不要回答她的问题 改成说 抱歉 我现在很忙 要先走 听说 她还会因为打扰到你 而感到抱歉呢 烈嘴女很喜欢吃糖果 所以 如果你给她糖果吃 也许也可以获得活命的机会 听说烈嘴女还很害怕法胶 所以当你遇见她的时候 你可以对着她大喊 法胶 三声 她就会被你吓跑 当然 如果你有带着法胶在身上 也可以拿出来 现在大家应该知道 在遇到烈嘴女之后 要如何保住我们的小命了 接下来要来告诉大家 烈嘴女的故事 关于烈嘴女的故事呢 主要的来源 有两种说法 这个说法起源于日本的江湖时代 其实犬神不是神 她是日本的妖怪 她是指狗死亡之后 被人施咒 不得超生的狗灵 失咒的人可以操控犬神降灾 或者是守护家族 而传说烈嘴女的祖先 当时呢就是因为操控着犬神 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为了增强法力 其间甚至不惜杀害数以百计的狗 而且为了要使这些犬神的法力最大化 必须让这些狗呢在死的时候充满着很大的怨念 由于过程太过残忍 玛琳姐这边先不多提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会再回复你 犬神虽然力量强大 但是他必须要附身在操控他的人的身上 而这些被附身的人呢会有外貌的改变 而且还会出现歇斯底里的行为 可以说是被犬神所诅咒 所以烈嘴女应该是在被犬神附身之后 才产生了攻击人的行为 传说烈嘴女原本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因为呢追求完美 所以便去做了整形的手术 原本应该在手术过程中麻醉睡着的她 却因为医生的发胶味太过刺鼻而被凑醒 忽然惊醒的她在手术台上不断的挣扎着 当时刚好手持剪刀的医生 不小心用剪刀划开了她的嘴 手术结束之后的她 发现自己被毁容之后 在愤怒之下呢把医生给杀了 讲到这边呢 也许一些细心的朋友会去想 1979年的日本就有整形手术吗 其实日本的整形历史呢 可以追溯到1958年左右 是我们亚洲呢 最早发展整形相关产业的国家 甚至比韩国都还要早哦 那为什么日本的整形手术 发展的那么早呢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呢 医疗水准进步的非常的快 甚至呢还赶上了其他的欧洲国家 再加上第一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日本都有参加 当时呢就出现了许多面部毁损 以及肢体残缺的伤患 所以在当时呢就有大量的外科医生呢 帮这些伤患进行畸形部位的修复 以及恢复器官的功能 二战之后的日本呢 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 生活富足的人们呢 便开始追求外在的样貌 有面部重建经验的二战外科医生呢 便开始收费 帮人们呢进行面部整形美容 所以呢 猎嘴女的传说 可能真的有几分历史的依据 那到底猎嘴女存不存在呢 根据维基百科 1979年的6月21 也就是猎嘴女这个传说 传得最沸沸扬扬的那一年 当时呢真的有一个女子 手持的菜刀走在路上 最后呢被日本的警方逮捕 另外在2012年的时候 日本的鹿鹅岛安心情报网站上面呢 有一则来自家长的贴文 上面就有提到 有三名学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呢 遇到了猎嘴女 要请其他学生的家长 注意一下学生安全的问题 而在台湾 韩国等地呢 都有人宣称募集过猎嘴女 你认为真的有猎嘴女吗 还是这仅仅只是传说呢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与我一起讨论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或是到玛琳姐的粉丝团 去关注我哦 我们下一集影片见 大家拜拜 我美吗 吃什么 吃 Burma 来这集影片 吃了 吃什么 吃了 吃什么 吃的 吃不饭